你知道孙子是什么意思吗? 孙子的意思是孩子的孩子 例如我们是爷爷奶奶 公公婆婆的孙子 孙子马来文叫做猪猪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观众和兄弟姐妹是怎样的孙子吧 哈喽 斯拉曼达当哥 这一页的题目是猪猪养 猪猪的意思是孙子 那猪猪的意思是关心 通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关红千奶奶的手 阿邦会帮忙拜行礼 这些行为是关心的行为 这个影片我们会学习写字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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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看 twisted بين decir的意思是牵 牵手的牵 让我们一起观察图画 牵什么 对了 牵手 手的马来文是 当然 对了 بين Obviously 当安. 牵手. 接下来, 聆明、扭 wagon, 牵手。 牵谁的手呢? 啊,我听到你的答案了. mei the first. 厉害。 屏乏抛 wagon, 来来来. 牵手。 谁牵奶奶的手呢? 阮师先生。 光红, 牵 fo屏, 牵手。 担 sut, 接下来, bagasse。 行李。 ário, ambil pen hepun, dan menulis。 B.A.B.A.B.A.G.A.G.A.F.I.C.B.A.G.A.C. 行李 阿BANG MEMBOWA BAGASSI 哥哥拿行李 因为在图画里 哥哥左手提 bagassi 们进进 bagassi 右手拉 bagassi 们拿入 bagassi 总体来说 我用了MEMBOWA这个动词 也在 阿BANG MEMBOWA BAGASSI 相信这个字 你不感到陌生吧 聊天 整个设计 B.E.R.B.U.A.L.R X.B.U.G.A.L.R 聊天 阿亚 爸爸 爷爷和妈妈聊天 Tek bad hamp 你以后 要报警 这也是魔术教授法里的人动什么 这时候相信你也会想要问我 要是给公公水怎么写呢 我要写 所以这个句子可以这样造 原来写字写生字是这么好玩的 学了新的字用魔术造句法就可以造句了 魔术造句法可以帮助我们表达更多内容 就这样你学到了吗 如果你学到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 你所学到的字 以及自己尝试做的句子给我们哦 你也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最新影片 下个影片见哦 bye